10月19号,四川甘孜卢定县 邓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条视频 他们家养的猪在9月5号卢定地震发生后被埋 45天后,惊奇的发现她还活着 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都说这是猪坚强的2.0版 20号 邓女士回忆发生地震的时候 家里的房屋倒塌了 猪被埋在了里面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 大家没有时间找她 以为这头猪已经被压死了 前两天邓女士回去拿东西的时候 发现倒塌的房屋里 传出微弱的响声 透过缝隙才发现这只猪还活着 看到她还活着 邓女士激动的都哭了 真的是只有经历了劫难 才懂劫后余生的珍贵 被埋以后呢 这头猪只能吃到房顶上掉落下来的玉米 几乎没有水喝 偶尔能喝到一些渗下来的雨水 所以叫她猪坚强 邓女士表示 以前这头猪有200多斤 现在只有100多斤 短短一个半月就瘦了快90斤 不少网友好奇 邓女士将会如何处理这头猪 邓女士说 暂时会将它好好的养着 争取恢复到原来的体重 我感觉建川博物馆的猪坚强之家 很快就会有新的主人了 地震中的幸存猪并非孤立 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中 一头在废墟下埋了36天后生还的猪 被称为猪坚强 它是在2008年的6月17号被挖出来的 体重只剩下了50多公斤 减了三分之二 但是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其实呢就在10月17号 湖南衡阳的一个农场主 谭先生自己养的白猪也丢失了半个多月 在山头被找到的时候呢 白猪都已经瘦成白狗了 不过呢现在呢也开始慢慢的恢复了 有评论认为呢 说猪坚强啊就体现了我们特有的幽默感 和坚强乐观的态度 这不一个网友就留言说 这个猪坚强说明脂肪多了真能保命 那我问一下你还减肥吗